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二点风show 最近强国艾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去Twitter上铺了一条抖音短片 即是翻场去一个中国人被禁止上的 美国社媒平台去铺一条 美国禁止用的APP的短片 那么用心良苦又想大外宣些什么呢? 我亲爱的母亲我为你流泪 中国骄傲 新四大发明 不如我们一起fact check一下 风车国在1965年已有共享单车 东营国在1964年冬京奥运前夕 已开通了东海道新港线 桑拿国在1997年已有得用手机SMS 去买可口可乐 至于电子商务方面 普遍认为是由大不列颠人奥德里奇发明 而最早的网店就是1994年 花旗国的Net Market公司 有网民表示 中国新四大发明 怎可能没有了新冠病毒粉? 无论各客认不认同 病毒都成功令到花旗国总统侵侵中招 强国艾家部另一位发言人华春莹又翻墙 去到Twitter那里说 充心希望花旗国的病人 都可以得到好像总统一样最好的治疗待遇 怎知不够四天就出院的侵侵 就好像和华大妈心有灵犀 在白宫的骑楼展示王者归来之后 就这样说 而另一边上 强国有网民指出 强国高官抢占了国家八成的医疗资源 百姓就只能自生自灭 但这种情况太多了 原来贵州花了3.5亿 去建一个400多个常委 但不变化每个省都有 他少数人积占了中国80%的医疗费用 他根本就是已经不在乎别人骂他 当然 华大妈都有他的粉丝 在说小粉红 还有小粉红 慶祝侵侵仲招 村粉又怎样看呢? 我们在侵侵住院的期间 特地去到医院外面 和村粉谈过 这种疫苗来自你的国家 我们看到人们在你的街上 在招呼我们的牌子 因为他们不喜欢你做 他们喜欢我做 那些中国人 中国人 在中国 很想在美国 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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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 大把还是强国力界领导人的子孙 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 曾经留学花旗国 贝殖法尼亚大学 攻读国际传播 与媒体研究碩士学位 邓小平唯一的孙子 邓出帝 甚至是在花旗国出生 长大后 在花旗国 杜克大学 法学院 读书 还在纽约华尔街 一间律师事务所做过 江泽民的孙子 江泽成 先后读过 花旗国哈佛大学 和哥伦比亚大学 曾经常住在纽约 在华尔街 高盛工作 胡锦涛的女儿 胡海青 据传和男朋友 茅道林 远走花旗国 在夏威尔举行婚礼 过着隐居的生活 至于习大大女儿 杂明泽 就在哈佛大学 读心理学 上年有报道说 杂明泽又回到哈佛 还有和当今圣上 同级红二代 中共八大元老松任穷的女儿 宋彬彬 宋家八个子女 五个在美国 宋彬彬是 美国马萨珠塞州的公务员 场内应该众人介智 而你不知道的是 1949年开国至今 不单只强国领导人的 下一代流失着 中共口中最神圳的领土 也流失了十个广东 1949年以前的中国国土 面积是1141万8千平方公里 而现在的中国国土面积 就只有959万7千平方公里 换言之 这七十一年来 中共搞到我们 没有了182万1千平方公里的国土 计下数 即是相等于 大概1646个香港 或者是287个上海 又或者是10个广东 哪一个出卖中国神圣领土 哪一个将下一代送出外国 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华坚 不用我说了吧 我爱你中国 亲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